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要立即的将核废料 牵出蓝宇的诉求 这真的是一个迫切要解决的 台湾环境与土地正义的问题 而谈到土地 其实在台湾的原住民族中 有些民族的观念 常常就会以母亲来形容土地 其实今天您知道吗 是联合国制定的国际妇女节 而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妇女 在各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所以今天部落大小生 在这个特别的节目 我们邀请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女性 来谈看看原住民族女性的观点 很多学术界都会把 贝男族跟阿美族 视为母系社会 甚至我们也会看到 对母系社会的定义是以 女尊男贝来形容 但是对这两个民族的女性来说 她们是如何诠释自己的母体文化呢 而在这个时代 要该怎么做一个原住民族 现代的女性呢 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四位的来宾 一起来谈谈这样子的一题 好 我先来介绍第一位 我们介绍的来宾 她是来自夏冰朗 平南斯基部落的族人 她是孙悠女 母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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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夏冰朗 名字叫孙悠女 今年70岁 很高兴到贵地来接受访问 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北南族人 她是我们丽家部落的族人 史乃杨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史乃杨 我是丽家的北南族 欢迎你 好 第三位是东华大学族群关系 与文化学系的助理教授 宝奈姆路 宝奈老师 你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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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第四位是文化工作者 吴赛 古拉斯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吴赛 我是吴赛 好 我们在十分钟之后会开放我们的口音专线 口音专线是02-2788-3008 在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穿梭传统到现代 用不同的面向跟角度要呈现原住民族女人的观点 而在节目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讨论的 其实我们要从记忆的文化要带各位观众了解 其实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月份是被男族妇女很重要的日子 在传统社会里呢 在这个季节要把这个种好的小米 也要把这个杂草除掉 因为这样子才能协助这个小米长大还有丰收 而这样女性就是在做这样子的工作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不是只有身体的劳动 其实是有些教育的意涵存在 我们来看这个南王部落的报道 然后来看这个视 lag 然后来看这个节目 看这个节目 一大早妇女就来到山上剧木头 举行玩小米除草玩公庆之后 台东南湾不由马贝能族人 最后一天就会举行 砍木材给部落最年长的母母 而砍下来的木材 一定要留下树叶 象征母母可以长命百岁 全统生活中木材是重要的燃料 不仅可以用来煮食物 也照亮黑夜 一年四季都会燃烧 因为尊重长辈 妇女就会砍木材 送给最年迈的长者 这次仪式中 也有研究部落祭典的日记学者 亲自参与 她认为被男主女性和日本女性很不同 我的感受是 被男主的女性是非常独立 还有资历的人 那个是女性来决定的空间 那个事情很多 我发觉就是我们 我们被男主男女生蛮平等的 就是没有谁比较大 谁比较小 就是小的会听大德 然后大德会去教导小的 仪式结束后 男性采集的老藤 一一分送给 参与祭典的妇女 而妇女表示 是女生的学校 祭典中 不时传唱古遥 让女生学习 也传授农士记忆 与金老尊贤的礼仪 透过祭典将女性 传统技能传承下去 部落与部落之间 有这样子的时候 是我们女人到部落去 不好意思 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要在意 我们要和和好好的 你跟我有仇 我跟你有仇 以后我不来往了 这个是谁的功劳 谁的责任 是我们女人的责任 是我们女人的功劳 所以悲难族 一直到现在 能够这样子的 非常的祥和 是因为我们女人 你们说我们悲难族的女人 伟大不伟大 好 我们刚刚看到那一则新闻 是去年我们的记者 在男王部落所拍的 其实他就是在 出草完工机的最后一天 会砍一些木材 送给年长的长辈 所以这代表是 很尊敬女性长辈的意思 其实这个出草完工整个过程 大概要花25天 我稍微以 孙姆姆的他的部落 薩冰朗部落 来介绍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让大家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的图表 其实这个薩冰朗部落 叫Binaski 其实它是 这个部分其实是在国民时代 国民政务时代才改名为薩冰朗 其实这个扫米的出草剂 它是唯一由女性来主导的 这个记忆大概是在这个月份 三月份的下旬来举行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的图表的一个内容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起源呢 其实因为我们台湾原住民很多的部落 几乎所有部落都是以前的时代 都是以小米为主食 大概小米在播种的时候 大概在一二月的时候会进要播种之后 一定要帮它除一些杂草 那这个小米才会长得比较大 然后会丰收 因此产生的叫做Misahot 这样子的女性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的组织 但是整个完成的时间 必须要花上25个工作天 其实在Binaski的部落 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在里头 我先请母母稍微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现在夏宾囊部落的Misahot 这样子的一个帮小米来封收 让她长大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全部的妇女都有参加吗 是 应该是全部的妇女参加 可是有的人已经到外地工作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请 因为中年的那个妇女的话 忙于他们自己的工作 因为教育小孩子 所以我们都利用在礼拜六礼拜天 在做 然后请他们过来一起参加 我们向下杂根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小学生 小学生开始 我们现在从这边向下杂根 希望有很好的成果 Misahot在你们部落里面 女生通常是怎么分工的 有三个可以分工的 Misahot里面有长老 有青中年 有少女嘛 是 长老是掌管我们全部妇女 在工作的期间怎么样子做 然后中年的是怎么样子学习 是 小朋友是看我们老人是怎么样子玩耍 玩泥巴 可是在这个玩中间 我们的教育就是教育妇女 小朋友们要怎么做女生 是 也是我们妇女的学校等于男生的宝贯 宝贯是专门教育男生 然后我们Misahot是专门教育女性的朋友 小朋友 其实刚刚吴吴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Misahot是对被男主人来说 这是一个妇女教育的一个场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的第三章跟第四章 我们稍微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看到这个Binaski这个部落提供给我们的资料 Misahot它具有一些功能 我们来看 就像Misahot刚刚所说的 有分三个阶段 少女跟中年妇女跟长老 其实少女阶段要学的是进退的一个场所 另外一个中年妇女要培养的是领导的 磨练的场所 而长老身具尊重还有权威典范的一个教育场所 另外再来看 其实有一些责任的分配的部分 其实老年组现在是扮演这观摩教练 跟鼓励的典范上 不误在部落的角色 就是要推动这样子的文化继续延续 那中年组是扮演这个执行 努力学习的角色 青少年这个部分要扮演好奇努力 跟努力学习的角色 其实就我所知在小妇女的这个小米除草剂 其实在夏冰廊有这样子 可是我知道死那样的部落 其实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妇女组织到现在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完整是不是 可以谈谈这个原因吗 我们丽佳部落在北南族的各部落里面 像阿姨这个年纪的长辈 我们那时候丽佳的人已经都受日本教育了 然后所以对于传统文化那个部分 我们部落丢得很快 那所以一直到 我是一直到这几年才回到部落 然后因为自己没有参与过这个阶段 所以想说回到部落可以从种小米开始 因为我是女生 所以我只能做女生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从小米开始 然后就做了99年一直做到现在 所以其实在小米的掌管跟维护 在北南族的部落里面是由女性来负责 可是有些研究的学者都会把 在北南族跟阿美族视为其实是母性社会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你自己的看法呢 我觉得北南族它其实是一个平权的社会 怎么说 那因为我们虽然小孩跟家 女生负责小孩 然后负责家里的所有事情 负责农事 那我们的 我的爸爸是穆沙发到我家的 到我妈妈的家 那所以我也是跟着我妈姓 但是爸爸是在家里面他是去扶持我妈妈的家 去扶持这个家 所以他责任很重大 对那像在早期的话男生是他 因为他要进把拉罐嘛 然后他是去做捍卫部落去狩猎的那个很重大的责任 所以我们男生跟女生他是这样子 很平均的去分配他们的工作的 是 其实不只那样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影片中有一个青少年 他对于自己部落的母体文化 其实他认为是两性平缺的 不过我想请问一下巴奈教授 如果从比如说学术界或人类学者的这样子的观点 为什么他们会把你们这两个民族比较形容为母系社会 那对母系社会您的看法呢 您自己的母体文化 我想这些学者是根据这个财产的继承的方式 因为我们都是母传女不传子的 因为土地跟家屋其实是女人的这个专属空间 跟所有的财产 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是母系为尊男性为卑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所以我们的观点还是跟汉族的学者 或者其他国家的学者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在田野在很多部落在做田野调查 您觉得怎么样的文化内容会比较凸显说 其实在您自己的文化里头两性是比较平选的呢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从神灵观的切入方法 因为我们女性跟男性死了以后 她在神圣的场域里面的位阶 其实是可以看出她们的平权 譬如说我们女人这个老了叫瓦翼 瓦翼呢她如果是美德具备的话 她死了以后她可以变成我们守护生命的群灵 叫独逆群灵 我们群灵很多 杀独逆群灵很多独逆都是从这样一个美德的女性 升格成神的神性 然后这个独逆群灵在上一阶就是太阳群灵 太阳群灵的话都是女性为代表 然后有11个太阳神 从这样的一个系统来看 其实我们女性这个神格的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男的话死了以后她第一个就是会成为这个辅助工作 完成工作的这个群里叫沙拉帆 这沙拉帆也很多 那这沙拉帆以后再升级的话就会麻辣到 就是我们男性的劣之神这么高的一个位阶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神灵系统来看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下 在世俗生活空间里面 男性跟女性是非常平权的 是 那其实吴赛你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嘛 虽然其实巴南老师是做了很多田野跳杂 特别是对于祭司这部分的仪式里面去观察到 而是在不管是传统或现在的社会 您觉得现在的所谓的女权至上 或者是母系社会来去形容它 形容你们这两个民族 你自己的观察呢 我比较觉得在讲母系社会或者是女权 在我们阿美族或者是不用马的这个族群来说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汉族的学者 他们从汉族的思维强加在我们的这个族群的身上 是 就我们自己的生活语言里面其实是很清楚的 就我们的良性的关系像男性跟女性 我们南方这个入妻居我们就叫米格拉夫 这个是我们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活的语言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男性跟女性呢 在家庭里面其实它也被形容 它有很重要的那个位置 像女性呢我们就叫做是 就是家的柱子 很重要的那个柱子 那男性呢我们就会形容它是 就是那个炉灶 就是就是家里的那个炉灶 所以各自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其实这个就跟本来老师刚刚讲的是 男性跟女性 它在这个社会跟这个家庭里面 它是非常平等的一个这个权利的关系 那原住民尤其是在阿美族跟非男族的身上 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男女的互动它是非常的和谐的 在这两个族群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 今天在讲女权运动的时候 其实应该回头去看一个很传统的民族 怎么样让她的两性平等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同样还在继续的在在运作着 这个是我觉得在汉民族 或在其他的不同的族群 可以回头来看看 也互相来做一些学习的 是 那史南亚 你这样子听完吴赛所提到这个部分 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文化里面的观察 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现象 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 你们的文化里面的 男性跟女性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从小 我爸妈就是这样 就是我爸爸是昏入的嘛 所以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 那我妈妈的确她是负责了家里所有的 所有的农事的决策 然后就是小孩 还该小孩的养成 但是当遇到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关于家里或田地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她还是会跟爸爸做讨论 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做决定 然后妈妈就会把要说话的权利让给爸爸 所以你看到你父母亲的相处是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母母 其实母母的年纪已经70岁了 所以看到现在自己在被男主的文化里面 男性跟女性之间 她是分工是很明显的吗 对 那分工明显是怎么样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Mr.奥德说 Mr.奥德说我们女性都很忙嘛 一两个月都在田地工作嘛 那男生在家里也可以帮忙 就是回家以后家里的家务是想煮饭 那些他们都会做 帮忙做 等到我们结束的时候 男生整个我们吃的东西 要的东西都是他们去找回来的 所以我们也刚刚跟他们讲的一样 在我们原住民部落里面 没有那种分男生女生不合作的现象 一直都是很和谐 做什么大家都互相帮忙 但是前阵子有一则讨论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说好像在 因为行政院有一个性别平等委员会 其实有希望说透过部落学校 将女性可以参与公共议题这样子的程度 能够加深比如说文化祭典的时候 他就特别指悲难卓的巴拉罐 女性可能也希望能够进到巴拉罐里面 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里头 可是虽然母部有特别提到 其实男女性共同维持在这个家庭里头 达到一个和谐的状况 认为是平权 可是就现在社会里面 去看女性的参与公共议题的权利 似乎是应该要把文化 传统文化给打破 可是我想先请教那个Snaia 你自己是悲难族的女性 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怎么解读 其实不只我听到这件事 就是我周遭的悲难族女性朋友 还有男性朋友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觉得是一件很好笑的事 因为他没有 为什么 他没有站在我们的 以我们的文化为主体去看 去看所谓的他们在谈的两性 那他们在讲的两性 通常都是以大环境 就是外面 就是那个祭典你不能过去 他就觉得好像女性没必要参与 那其实我们曾经 在不懂事的时候 我们曾经想要去打破 这个部分 但是当我真的回到部落之后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规范 会去遵守 就觉得他就应该是这样 对 就不应该 可是我想问母母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那你知道说你的反应是什么 有些是文化的东西 你就不能去 是啊 像平常像我们做祭典的时候 我们很不希望外地的人来 一窝蜂的来参与 来看上去 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去参与他们的 那个在祭典的时候 外面的人要祭典的时候 我们很不以为然 不应该 应该尊重我们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一年我们有四个祭典 有三个祭典属于男人的 一个祭典是属于我们那个妇女的 可是我们都可以互相的 不可以去的就是不能去 尤其是男生的伯拉官 是我们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是 我们米萨奥的 为什么男生可以进来 就是男生进来是家里没有女人 他替母亲来做米萨奥呢 也是可以有女性 小朋友是男生来的是 他我们为了要 他认识男生女生是什么样子 所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跟我们十二三岁的女生在一起玩 是 然后他从中间知道 他是女生 我是男生 是 这样子 所以 如果用汉人的看法 或是学者的看法来讲这些 我们都会觉得很突兀 是不是很奇怪 那吴赛我想跟你请教 你也担任过类似这样子 性别平等的委员 那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这到底是落差在哪里 为什么会外界来看这件事情 会有如此大的一个落差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学者 或者是汉族的朋友 对文化的一个误解 是 所以才想说 透过这个我们的部落学校 去把所谓的公共领域 这个部分呢 能够开放 给不同的性别都能够进去参与 不过就原住民自己来说 我们非男族或者是阿美族 我们长久以来这个社会制度 还能够保存到今天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打破它 就是说这个社会到今天 这个族群的命脉 这个文化还能够延续 表示这个社会制度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就几千年它没有被破坏掉 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的手段 或者是说用制度的去把它破坏掉 尤其我们今天其实 进到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 我们受到汉文化的冲击 的威胁就已经够严重了 我们为什么自己还要去 在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面 要去用这样的制度 或者用不同的措施手段去破坏它 是 我觉得不应该了 好 邦兰老师也跟你请教 帮我们回答一下这样子的问题 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老人常常会很难过说 现在的年轻人都说 我们时代不同了 所以他们要改革 要改变什么 可是老人家就淡淡的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祭典是在处理神圣场域的事情 就不能世俗的操作 所以我们的祖灵 如果是用灵魂在跟我们互动的同时 灵魂不会因为时代不同而不同 所以他们就是很淡淡的这么说 可是老人会很难过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自己不懂自己的文化 就算了 那别人来破坏 你连勇气去捍卫自己美丽的文化的能力 跟这个叛读的能力都没有 他们是非常难过的 是 好 那其实透过我们刚刚四位来宾的分享 我们大致可以用二十几分 稍微描绘出一点点 从传统文化的 悲男族跟阿美族女士的一些轮廓 其实我们听到 其实这四位来宾对于母系社会的定义 希望智慧大众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而不是只有从女尊男卑的刻板印象 去定义援助民族社会 那在接下来节目中 我们还要继续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要从传统记忆文化 还有婚姻制度里面 去了解这两个民族女性的面貌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 lever再来节目 我们下水平均转发开 再来节目 我们下水平均转发苍 这趟热惠牛 是还是 这趟热的 还算是 已经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生的直播现场 在接下来的这段节目 我们要从传统信仰 还有婚姻制度里面去了解 非男族以及阿美族的女性 在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段影片 它是来自花莲吉安乡的里劳部落 是南下阿美族的 很传统的大部落职业 也是我们今天的巴南老师 长期做田调的一个部落 虽然它的地理位置 其实还蛮靠近这个市区 但是很难得的 它有保存完整的税食记忆 特别在记忆这个部分 是由女性来担任那个斯卡瓦赛 也就是记事这个部分 它其实要负责这个部落一整年 非常多的一个祭典仪式 它的主要的功能其实是联系着 部落主人还有祖先神灵之谦的 沟通的管道 而我们看这个影片 它其实是在每年的五月底 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非常特别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报道 的 máximo 美国本身是你 美国本身就是 还蛮工作也很好 你还蛮工作的 你只能做成颅航 就是 吉利国本身就是 吉利国本身就是 我特别在乍 就是像那種肚子餓的那種 皮皮 對啊 我們把米瓦瓦給他們趕走 不要打擾我們的村莊 我們把米瓦瓦給你們 而現在的小夜尖 我們在那裡揮不來 那裡走 沒有人在這兒 但是在這兒 你頂著照 心裡找到 esqurist 我來找到那個工藏 我們在家裡 我們自己在工作 我們從小學 我們在工作 看到了 我们是在土地生活中学习的方法 我们都没有事情 我们不懂麻烦 我们在土地生活中有什么移民 在土地生活中在土地生活中 在土地的地生活中 很多产生存的 不一样 我们都在土地生活中 全部都是入白玉 白玉最重要的 就是入蚊子 入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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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在整个仪式当中 酒具有进化的意义 在呼唤神灵 使神灵到来的过程里 喜高赛会不断地移酒来喷尽全身 确保不洁的会晤可以远离 在部落里 喜高赛具有和神明 以及祖灵沟通的能力 是天 地 人之间的媒介 因为阿美族人相信 四方皆有灵 人和神之间只隔了一层如冲的薄墨 因此祭祀的过程 祭品 歌舞 都有重要意义 很严谨的规范 沟通 跟那个麻衣沟通 要跟他借那个喇喇他的那个 叫他下来的那个 所以我们一定要 先叫 然后才要沟通 沟通完的时候他叫他下来 这样子 所以才有咖地 所以今天是叫他下来 然后再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对 对 对 这样子 那个都是麻衣在帮我 好 我们刚刚看到那段影片 其实也是我们这次讨论要切入的一个角度 其实在很多原住民的传统社会里 很多女性在担任这样子 人跟祖灵之间沟通的一个管道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里落部落 其实就是我们本来老师长期 就是田野调查的一个部落相当的熟悉 但是我想跟本来老师稍微请教一下 刚刚看到这样子的影片到现在 这样的仪式还在吗 到目前还在 就是很难过就是看到里面影片 两个老人已经没有办法做仪式 一个已经往生了 一个已经 对 重病 所以每一年最难过的就是 祭祀会越来 流逝的越来越快 那更难过的是 部落跟年轻人已经不参与这样的仪式了 你所谓不参与是说 什么样的情况 就只有老人在路边做这样的仪式 对 就是很不堪的 那这个仪式是每一年都做 有时候我会跟老人说 为什么还要做呢 大家都不在意了 就不要做了吧 他说我可以不对人负责 可是我要对我所谓的神领负责 他们是一个非常有方向感的人 刚刚他一直强调南方有什么神领 东方有什么神领 为什么 他们的生命跟躯壳 跟整个活的空间感是非常有方向的 他怎么活 怎么互动 什么人是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我们的神领有160几个 甚至170个 就传承信仰 对 都是因为这些老人的记忆库里面 传承了这么多的神领名称 或者仪式的内容 这样子 我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的吉家瓦塞 这样子的一个都是由女性来担任 在以前工作形态还没有那么改变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比较伟大的记事还是男的 那后来因为要出去赚新台币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专职的记事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男性出去吃的东西 没有办法守禁忌 因为汉人或外面的人炒的菜都有葱蒜 那葱蒜是他们禁忌 终身不能吃的一个食物上的禁忌 你说男记事这个部分吗 男女记事都是 终身他就是不吃鸡肉 或者葱蒜之类的 男人出去工作了 他外面没有办法掌控这样的一个禁忌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专职的记事 所以后来大部分看到的记事都会是女性 是 我再补充跟您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从了那个角度 这个部分要从那个传统信仰去谈 但是我们实在是很少有机会 能够接触到 几个哇塞这样子的一个女性 您接触这么久的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你对于她们 对于她们的人生观 生命观 或是说对部落里面的观念 她的空间 她们心里面在想什么 这个要用阿美族的keyword讲 就是她们懂的什么叫maralum maralum是一种很内在的 叫慈悲吗 怜悯吗 都可以 叫同情吗 都可以 她就是懂得用灵魂去碰触别人的灵魂之余的 所有的事物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有慈悲心 非常怜悯心的一群人 她不只这样对待她的家人 对待她的田地 对待她的家屋 对待她所有其他的族群 所以以前有一个例子就很好玩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车祸 然后她就说我要死啊 那一定是汉人 如果头破血了 还马上跳起来 说没问题没问题 那一定是原住民 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说原住民就是非常善良 非常很同情 很容易心里就拧着泪去看很多世界 也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民族的内在的一种心态 那她们常常是这样 她们连风吹过来她们就说 哎呀 那呀 我打我了 就是风在笑 我说这样是 多么高级的灵魂 这叫风在笑 这个境界恐怕就不是 用写的用说的 可以一眼 三眼两眼说清楚 可是你生活在田野里面 你可以感动到这样 就是也是因为我到现在已经 三十几年这个年纪了 是 还愿意跟她们日夜夜的在一起 是因为我在里面享受了很多文化的 最美好的养料 也是我觉得值得的 是 老师 其实在传统的部落时代 的确人跟灵魂之间的距离 真的没有那么的谣言 尤其是跟竹林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么长期的田野调查事件 其实你内心是有一些感叹的 对不对 是糖雪吗 心在糖雪 对这样的一个世代 这样的一个年龄 其实会特别的有感触 就是说过去的好像拉不回来 未来的也好像看不到什么亮光 就会觉得满满满的 就是那个感觉 那我一直希望很多的政策 或者很多的钱砸下来 像波罗大学 或者第三学期的制度 能够去了解这一块 对可以把这个部分拉回来 要不然我们觉得真的是快速的在毁灭中的 流逝的很多美丽的文化可能就拉不回来 是 可是对于这样子的传统的信仰 像很多的不同的信仰在原住民的身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对现在的原住民的女性或男性来说 还是很重要 我说信仰这个部分 它能够连结到什么样的重要的程度 我觉得大家其实很难去区隔 是因为场域的界定大家也不清楚了 其实在传统的记里面 其实我们做的是 比较是属我们的零的那种场域 可是在处理汉人的或者外面的世界的 其实那个跟我们是可以区隔的 可是现在大家没有办法区隔 是因为不了解自己原来美丽的东西 然后对别人的东西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就搞得很模糊 是 像武赛常常会看您批判的一些文章 就针对这个传统祭典的仪式的流失 甚至有点观光化 就女性的角度里面去看这样子的文化的内涵 你觉得可以给我们这一代的原住民女性 或者原住民青年什么样的警惕 我觉得每一个民族 它都有它自己的历史 有自己非常珍贵的文化 那么当然现代的这个社会 我们面临的非常严厉的这个冲击 就汉文化 还有我们很多非常高级的知识分子 会把外面 他们以为 自以为很好的东西 带进去部落里面 那这个 有的人认为 这是必然会经过的一个 这个过程 那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 她本来有的那个秩序 能够维持到今天还能够运作 表示那个是好的 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在看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祖母 我看到我的母亲 一直延续着过去那个老祖宗的生活的方式 跟生活的态度 我坚信说像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 还有这个社会的制度 它是可以继续 让我们的文化可以延续下去 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族群 会更有这个自信 活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 那这个秩序呢 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可以很稳固 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呢 你对其他的族群 会有更多的这个包容 就像刚刚巴南老师讲说 其实女性会更多的那个马拉罗 就是会去体贴 我们自己社会内部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也会去理解外部社会 给我们的这个压力 我们自己内部会自己做修正 会自己去做调整 但是不要抗拒 而一味的去接受外面的东西进来 好 也谢谢两位的分享 我想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 现在担任传统文化祭司的女性的面貌 不过其实还要再继续谈的就是 其实除了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常常会有人把这两个民族 北南族跟阿美族会谈到就是 从西居 特别从婚姻制度里面的关系 去讨论你们的男女之间的关系 我们做了一些的整理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到底阿美族的传统的家庭的 制度有几个重点 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其实阿美族的传统的家庭的制度 就是刚刚其实来宾有特别谈到 就是它是以炉灶是生活的地方 象征一家人的生命之源 而且是以母系母长制作为基本的形态 而扩大到整个大的家族 然后第三个我们要特别提到了 这个传统婚姻就是 这个是婚后 这个丈夫会住在这个七家 而衍生这个财产权为母系来继承 这是在阿美族的传统家庭的制度 比较特别 也是比较会有很多的学者去研究生去研究 就在这一块 另外看到其实呢 其实在北南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制度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比较斯基部落所提供的 其实这个名字叫做布鲁玛 是使他有一个家 我再解释一下 这部落男子十二三岁的时候 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原生的家庭 然后呢就进到这个巴拉罐 这巴拉罐呢 其实就是部落青年 知识教育文化传承的一个场所 也是这个部落的作战指挥中心 所以在这个时候男子呢 他就全部都属于这个部落的公共财 部落所有 他成年龄之后才有资格结婚 然后进到女方家 然后成为女方家族的成员 听到现在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解释 当然要交给我们族人来解释 想请教姆姆 其实我们谈到那个重机居 我相信你也听过 是 可是重机居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你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布鲁玛这个是什么样的关系 男生跟女生的这样的关系是什么 婚姻的关系 是 说到这个布鲁玛 就是从外面带到家里面嘛 外面带到家里面是指男子带到家里面 就是男生开始都是在 我们刚刚讲在把他灌嘛 对不对 他是属于部落的 我们的男生通通属于部落的 了解 十二三岁以后就送到把他灌去 然后到了他成年龄以后 而且他有结婚的对象的时候 父母亲就会沟通嘛 是不是要的 他就会把那男生就去到那个 讲好了以后 就把他带到那个女生的家里面来 就是布鲁玛 就是从布鲁玛的布鲁玛 就是从布鲁玛再带到自己的家里面去 对 母母 我跟你请教一下 常常有人会形容我们部落里面的男生 如果是这样住到女生的家里面去 常常会用那个入罪来形容 您觉得这个观点 您觉得能够形容到你的文化吗 符合吗 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是 要帮我们男性讲一下话 是 入罪是最没有用的男人才叫入罪 对不对 那个是在汉人的那个话里面说 入罪就是最没有用的男人 可是在我们的原住民的部落里面 到我们家里来入罪以后 就是布鲁玛以后 他整个都在帮助妻子里面 家里的整个事物 然后他有了能力以后 还可以回家帮助他们自己的家 是 这也是跟夫家跟妻子的家庭都互动的 共同结合 就是这样 所以你很不喜欢入罪这个名字 对 入罪这个名字很欺人 很欺负人 对 然后讲到财产的部分 我们原住民没有什么财产 对不对 是不是 都没有什么财产 财产都是共同用的嘛 对 常常观念是这样子 所以结婚以后财产分给水分给水 我们好像没有这种 是不是 对 某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 但我想请问一下宝耐老师 对于入罪这个名词 我相信你也没有办法去认同 因为在里头 其实是男女婚姻关系 在阿美族讲法叫做 我发音可能不是很正确 入罪这个是中国字 我们也是后来才学会了 那我觉得入罪这个字 杀伤力最大就是 让我们现在阿美族的男人 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是优秀的男人 这个两个实在是落差太大 那最大的不同就是入罪 其实是男人丧失了很多的身份的地位 那是刚刚像孙大姐讲的 就是很没有用的男人 那可是在阿美族里面是 非常非常的优秀的男人 才有一个女性爱他 这个两个观念差好大 可以帮我们多解释一下 是 讲个故事好了 以前我们做田野 我跟吴赛都知道 有一个东海岸的一个大同目 叫Lakarmakur 许金木阿公 他活到96岁才走 然后有一次我就很不好意思问他 阿公 你是米卡达夫的男人吗 他就很用力地拍胸脯 蹦蹦蹦 他说你是我们的阿美族小孩 你怎么可以问我这个问题呢 我就更不好意思说 到底是怎么了 他说你看喔 我会到山里面打了到山株 我到海里可以捕得到很多鱼 最重要是我的鞭蓝 鞭得很漂亮 我们的男人以前鞭蓝 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个性 还耐心好情怀之类的 那他最后讲了最后最重点 就是说最重要的是 尹娜就是她老婆很爱我 把我带回去让我有个家 跟她共同有个家 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感动 原来是最优秀的男人 还有女人 愿意跟她有个家 那家务的空间通常在阿美族 是属于女性 可是撑起那个力量 或辅助的最强的力量 就是这个男的 所以没有这个男的 这个家也不成家 所以它是一个互相成全 互相拥有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说平权 这还不只是平权 它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让两性之间 变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么美好的东西被误解 其实对我们的文化来讲 撒伤力是非常重的 所以米嘎大夫其实在百年前 你如果问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你的阿公阿嬷那一辈 是不是都是男的 从西居 他们大答案都是一样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 会有女的到南方家 大概就是被 汉人跟日本人 这个互动下的结果 那就后来慢慢的 现在也有 比较多的 现在反而是 从夫居 比较多 那你要从西居的男人 是一个更是真正的男人 如果现在还有人 愿意你嘎大夫的话 是 好 先谢谢四位来宾 其实我们刚刚从节目 谈到现在 我们才发现有很多主流的观念 加注在我们的身上 反而是一个错误的迷思 包括入罪这个名词 包括女尊男卑的母系社会的定义 那在接下来 我们要再继续讨论 其实这四位来宾都有一些 很丰富的生命经验 我们要从她们的生命经验 来去探讨是女性的观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四位来宾的尤其是 鲜利 闲村 平洋 旅员 这次是 一批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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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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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实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家会说 好 那你说你们不是这样子的母系社会 那你们到底怎么解释 然后就会发现说 如果我要真的去解释这件事情 好像有一点困难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是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 去让更多人可以更好理解 我们中间蕴含了这么深厚的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谢谢 好 谢谢 很棒的分享 然后也把我们年轻一代遇到的 真的是会问到的问题提出来 我想因为是悲难书的嘛 我先请长辈 母母 如果有年轻的女孩子 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你有什么建议可以回答 请她回答 在我们的部落里面 像我们的妇女如果问我这个的时候 我们都鼓励她参与 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 是 尤其是女性的部分 就希望她们多多参与我们部落的 或者是年纪的时候 我们女生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她们常常会来看 叫她们来看 来听 会这样子 是 多多参与部落的任何的祭典 对 祭典 是 那样呢 我想我们年纪差不多 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很多的主流文化加速在我们身上 有些错误的迷思 那通常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刚刚那位 被男主的年轻的女生 是 其实要用简短的话 跟外面的人去做解释其实很难 是 对 那你怎么解释都不对 因为她不知道你的文化的脉络是什么 所以可以鼓励她到部落来 一起参与部落的 可以参与的事务这样 所以遇到这问题的时候 是请她问她问题的人 参与我们的文化里头 我觉得她可以多多参与 吴赛可以帮我们稍微回应一下观众的问题 对 其实我也常被问到 但是这东西确实跟那样讲的一样 就是我们会解释不清楚 因为对方不能够理解我们的文化 尤其我们所面对的是 多数是主流的时候 你讲一百遍 别人也很难理解 是因为它抗拒你的解释 了解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来我的部落来生活 你在我的部落里面生活了超过十天的话 你就慢慢可以理解 你浸润在这样的文化的氛围里面 你吸取了它的养分 你自然就可以理解说 原来这个人类的社会是这么样的多元 文化是这么样的像一个花园里面 这个花团景出的 你就可以尝试着去接受不同的族群 我觉得我们现在一直要强加 要强迫人家去理解我们 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但我们可以透过 什么样刚刚讲的这样的方式 这是一个手段 另外一个手段是透过教育的手段 还有制度的手段 你在教育里面 我们现在都在讲那个基本课纲 可是我们的课程里面 其实都很少说这样的文化的介绍 你如果从小 我们就让孩子们知道说 不同的民族 它在两性的关系是这样子 什么叫做米格拉夫 什么叫做马拉巴罗赖 什么样叫做两性的平权 孩子们就会看到说 不同的族群 它是这样子的社会的秩序在运作着的 那从我们的这个制度里面 也应该要把这个不同的族群的 这个生活的制度 还有它的文化的意识 能够放到这个现在的制度 或者法律里面 像我们现在的民法里面的规定 婚姻里面的规定都是 这个女生嫁给男生 或者是子女 当然子女的这个部分要姓谁 姓父的姓或母的姓 现在已经有一些改变了 但是结婚的这个制度上面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可以继续努力的空间 因为像我们这两个族群 我们就是希望还是回到过去 米格拉夫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女生跟男生 她在这个结婚的制度上面可以服从妻居 但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去向社会大众去解释说 服从妻居并不是男 这个女尊男卑 而是进到这个社会里面 两个是非常和谐的在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 像我们在讲巴达罗马 巴达罗马是结婚的意思 可是你如果拆解这个字 它是做家 一起来做一个房子 达罗马是家的意思 所以我们男导语族共同的语言就是达罗马 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做这个家庭 那这个家除了要有这个屋顶之外 也要有柱子 里面也要有东西 就是你要有厨房 你要有这个房间 所以男人跟女人 他们是共同来做这个房子的 所以权力是平等的 所以这样的制度 我都觉得说 都应该要放到教育 放到我们的课程里面 也应该放到我们现在的社会 这个现在的制度 现在的法律里面去 是 是 是 帆兰老师 母母 好 还可以分享一点 可以可以 是 就是像我们的米萨奥这个活动 从75年开始就做 那现在很多的学生 他知道我们有这个祭典 他们都会很乐意来参与 是 他们自动的那个报名参与 是部落里面的学生 还是还是外地 也有 外地的学生也有 好像 山一绘好像是正大的学生 好像带了20个到我们部落里面做 做这个 他们住了三天 就是跟我们一起活动 他们也知道有这个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们从头到尾就来参与 是 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都利用在礼拜六 礼拜天 附近的学校也会多来帮忙 还有附近的部落 他们以前都没有 他们也来学习 是 这样 那他们在跟部落接触之后 对于在悲难组里面 男性跟女性的平权的关系 他们有一些回应吗 我们是没有叫到那边 我们就参与这个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活动 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他们就很希望说 下一次还要来参加 如果他们可以的话 是 是 好 那样我请教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 其实您在一段时间 其实都在外头 然后回到自己的部落 甚至能够帮助自己的部落 开始有一些传统记忆的恢复 我想这个一路走来 其实内心有一些挣扎 跟对自我的认同 所以在今天节目 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说 怎么从一个拒绝 自己的血液里面的基因 重新找回到自己 甚至留在部落里面 做你愿意做的事情 我想先讲的是 我回到部落 我不是帮部落 把祭典再找回来 我是回到部落 重新学习 我怎么样做一个 立家的北南主任 北南主任 女性 对 那 我之前会排斥 我十几岁的时候会排斥 是因为我那个 我那个年纪的时候 那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 我有很多的 跟我差不多同龄的 就是不是我们台东的 台东的人 那其他外县市的原住民朋友 他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有碰到就是 讲方言要挂牌子的事情 那我们这边 我们台东这边是没有了 那我是从来没有碰过 那 所以当他们跟我同龄的时候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我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可以想像说 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的部落的 部落对于自己 传统文化那个区块 应该是 应该 传统文化那个 它跟语言的部分 应该是很没落了 那 因为这样的环境 所以 我就会有这样的经历 那 我那个时候还 因为我 我小时候其实 还 有点白 有点白 然后 所以 我其实在同财 同财里面 是比较看不出来 是原住民的 对 那我那个时候还 隐隐为傲 可是你到最后 为什么 其实 度过那个时期 然后 开始认同自己 就是到我 进到原物浙 我在原物浙待了十年 然后那个十年 它其实是 让我把 因为我在原物浙 得到了我的名字 那虽然它不是我父母亲给的 但是是男王的老人家给的 那名字我一直用到现在 嗯 那我拿到名字 然后 在那十年里面 我还要学习了其他的 族群的文化 那 在那个学习过程里面 其实我慢慢去 去找到自己 那个 所谓北南族的那个认同 那 我之后又到了 东华去念书 是 对 去念书了之后 我才发现说我在原物浙那十年 它只是 只是一个 族群文化的 启蒙 嗯 那 在东华毕业之后 我才 我很自然就回到部落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过程 其实都是竹林安排好的 我必须走过这么大的一圈 然后才要回到部落 那我在部落从94年 94年的6月待到现在 那我回到部落的时候其实 呃 我是很 很惧怕的 心里面是很怕的 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 跟部落的人做接触 嗯 所以我就 我脱离了 我虽然在自己的部落 但是 我的心 都是在 我会在 临近的部落 临近的排安主部落 我跟他们在一起 我可以得到我的 认同感 然后在 在跟他们几年了之后 在95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部落 要做社区报 我才回到 我才真的回到自己的部落 我开始帮忙部落做事情这样 然后才开始学习自己部落的东西 然后让部落的人家知道 我这个人是留在部落 真的想做事情 所以 所以你绕了这么一大圈 有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回去接触 真正接触到部落里头 生活在部落 然后有那个文化 让你会觉得 自己也是一个原住民的 很有自信的一个女性 是不是 对 我才真正 真正发现说 我才比较敢说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立家的人 对 我自己是立家的人 然后我现在在介绍我自己的时候 我都会讲说 我是部落妇女 是 因为我觉得 部落妇女它其实 它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 部落妇女要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她要负责的事情太多了 那所有 部落如果没有妇女的话 其实 部落就不成部落了 是 法兰老师其实 是那样的分享 其实很多 我相信很多 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就是 让我想到 Sna Yang的故事 也想到您的故事 您其实 Banai这个名字 并不是您的父母亲给你的名字 是你在田野调查的过程当中 有位长辈给予你这张名字 所以你听完Sna Yang的故事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些感触 我有一些也是跟她一样 就是以前那个年代没有人要当原住民 我也很讨厌原住民 那时候就觉得是一种耻辱 当原住民是耻辱 那个年代 那后来天涯海角走了半天 就觉得很自卑 也没自信 活在这个主流社会里面 那后来就开始做田野 那时候我想解决的是我的问题 跟学术无关 我不知道我是谁 给了一个汉名又怪 你整支这样很奇怪 然后老人家问你名字 那时候我觉得名字重要 也从这个仪式的接触开始 她说孩子啊 你没有母语的名字 我怎么在神圣的场域 跟竹林说你是谁 她不认识你的汉名 所以她就说好 那我给你一个名字 然后就才开始讲了很多的事情 那时候我才觉得说 名字其实是跟 跟灵魂是有关系的 在仪式 所有的仪式现场 你如果不用原住民的名字 是够不到所有的神灵 跟祖灵的一个 一个沟通 跟互动 所以名字很重要 跟这个 现在正侧面讲的那套说法 又不太一样 它其实跟灵魂有关 所以我的孩子 我的先生到最后 在我的淫威之下 也都改了这个名字 可是他们没有后悔 因为他们的灵魂就归位了 那所以我一直觉得 原住民这个角色 为什么要跟不要 其实跟愿不愿意有关 就像结婚一样 愿不愿意 愿意了就连结了 你不愿意的话 就是会离她越来越远 你愿意的时候 她就会一直贴近 好 那个是一种 就是一种承诺 对你自己灵魂的承诺 对你自己灵魂的承诺 对成为原住民这个角色的 一个承诺 所以我觉得愿意 是一件很重要 所以我愿意接触老人 愿意接触部落 是因为我要解决 我自己是谁 在这个现实 我是谁这个问题 那 你觉得你自己 在三十年的田调里头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或者说你觉得 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呼吸顺畅嘛 是 找到灵魂 这个很重要 那活出自己 然后很骄傲的跟人家说 原来阿美族 是这么棒的民族 因为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它内容是什么 我拥抱它的同时 我可以告诉别人说 你是谁 我是谁 会更清楚 对 其实这个 是很重要的课题 那所以我说 要拥抱自己的文化 其实 说另外一种说法 是一种个人的修行嘛 就是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 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四位来宾 都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但我知道武赛也是 常常看到您在 不管在当任记者的时候 或者是说现在的工作岗位 还是看到您很犀利的文章 但是我 我所知道 其实在这个部分 您的主语 其实是在二十几岁才开始学的 到现在是一口流利 甚至对文化 或者说 关注在原住民族议题上面 依然犀利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段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过程 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谢谢 我在这里就特别要谢谢 我的启蒙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 不是我的父亲 我的启蒙老师 叫做了 就是刚刚 启蒙老师 特别提到的在部落的这个老头目 他九十六岁过世的 那在我二十八岁的时候 我到部落里面去做田野调查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做了社区总体营造 那我刚刚进到部落里面去 我完全都听不懂族语 完全听不懂 所以我是拿着我的录音机 在做田调的 所以拿着录音机 回头我又回到家里去 去问我的父母 到底这句话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是从二十八岁 因为我的工作的缘故 所以我开始学族语 但是也因为我的受访的对象 是Degar Magor老头目 所以他从他的每一个跟我讲的故事里面 我自己感动 看到我自己的缺乏 像他在讲到 我们今天讨论到的两性的议题 他讲到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 男生跟女生怎么样谈恋爱 在以理性就是我们所谓的封年期里面 女生喜欢这个男生 所以他会把槟囊放到他的阿罗夫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情人袋里面 那表示喜欢了以后 还要去米达别 米达别就是扶劳役 男生要去砍财 要连续要一个月三个月的时间 每天要砍薪财到女方的家 女生喜欢这个男生的话 也要每天去挑水 挑水到他们家去 而且在他们家里要做事情 但这中间呢 男生跟女生仍然保持着 那样的很严谨的那个奋计 不会在男方的家睡 他不会在女方的家睡觉 同床都不会 但到父母亲都觉得说 这个男人他是有能力 来照顾这个家庭 就是我们所谓的 马拉巴鲁的时候 他可以让这个家庭 让这个家族 变得更丰富的时候 就可以米达大夫 所以我对于阿公讲的这些呢 我都非常非常的向往 一下深刻 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阿美族 我应该更清楚我自己的母体的文化 因为它这么样的美 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启蒙 我觉得我自己受过高等的教育 也会写文章 也能够拍纪录片的时候 应该利用我自己所会的 来为自己的族群来做一点点事情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太过于犀利 但是我是希望透过我们自己 从部落里面的这个 所得到的这个养分 能够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这个社会 不仅仅是影响我们自己的内部的社会 自己的内部的社会 开始有一些对文化的反省 重新有对自己族群文化的这个认同 也去影响外部的社会 重新来认识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它是长得很不一样 而且非常的美丽的 是 其实这三位我们来宾的 生命经验的分享 其实也非常感动我 其实我们在现场的布布 她是没有离开过部落 她是真正的部落的女性 那我想跟布布稍微请教一下 就是您在您母亲的身上 学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部落的女性 是的 我从来没有离开国家 是 嫁给外省人 外省人一部帮我带回去 是 一部在妈妈这边 所以我妈妈现在101岁 是 身体非常的健康 在她里面我学到了很多 北南组的女性医院要有多么的 要有毅力 要有领导能力 然后怎么教导小孩子 我妈妈生十个小孩子 然后留下六个 那时候医药不发达 那前面十个都过世了 剩下我们六个的时候 我妈妈是余父子 没有看到父亲 她的妈妈又很早死 然后她给她的阿姨做养女 在这么艰苦的时候 我妈妈把我们六个小孩子 通通 她跟她的养父母讲 她说我生了小孩 我的小孩子能够读书 就让他们读 不能读就是跟她一起做工这样 她就是不给他们拿一分钱 不给他们要钱 就是把那个钱让我们去读书 每次我妈妈都这样讲 都说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也很感谢她 因为今天我们从老大一直到最小的 都有 不是说有成就 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读中学读 女中不是很容易的 就是要考试 尤其原住民的 那个幽幽那么多 就是有也没有钱去读书嘛 所以在这里面 我就非常的感激我的妈妈 我又 她又是我们妇女里面的领导者 是 米萨奥的时候她要在前面指挥 米萨奥的时候她要在前面指挥 对 那我从小就跟着她跑 是 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所以现在的米萨奥的歌 只有在米萨奥才可以唱 平常不能唱 所以很多小朋友也不会唱 跟我年龄的 如果没有学到 没有跟过米萨奥的也不会 其实你说的那一首歌 其实对你来说是现代的 部落的女孩子必须要学会的 应该要学会 如果参与米萨奥她 她们应该都要学会 是那样会嘛 她已经会了 所以每一年米萨奥的时候 能够交会一个小朋友 我们都非常的高兴 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稍微哼唱一段 让我们听看看这个百年的歌谣 鼓调 她有影唱 老人影唱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今天要开始工作了 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动作 在这个时期是可以唱的 对 不会有禁忌 没有 不会 好 是 她影唱的时候会讲 你人影hono 的那些女儿们就 instructions 马上要打印出来 要唱出来 ailleurs wash 上去就不下去 就是这样子唱 然后就是在工作期间 有时候会怠惰 累了 他们就会 也有一个喊话 就欢呼说 你在那边做什么 好像慢慢动作这么慢 那个米萨奥就会问 我在这里 我一直在继续工作 他有一段很长的激励 米萨奥的那些妇女们 是 谢谢母母的分享 其实刚刚这段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这四位来宾 虽然在不同的领域里头 对于流失的 快流失的文化是紧紧的抓住 用他们自己会的方式 那其实在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继续讨论的是 我们看到这些原住民女性身上的 坚毅的生命 在接下来 现在这个时代 原住民女性 该如何面对自己 面对传统 面对生活 我们再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认论 我们再继续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部落大嫂生的直播现场 我刚刚上一段节目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们的母母迎唱了一段 在非男主的女性必须要学会的这首歌 只是很可惜的是 也许现在原住民是会面临非常多的冲击 所以影响很多像这样子 母母所隐藏的这样子的鼓调 其实在我们的原住民的青年里头 可能很少听得到 那其实今天是国际妇女节 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节日来谈看看原住民女性 在现代社会所面临到的不同的课题 跟来宾会提一些建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国际妇女节 也先跟部落的族人稍微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国际妇女节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诞生在20世纪 当时女性的权益是非常的低落 甚至她们没有办法去选举权投票圈 而在1908年有将近一万五千名的妇女 她们走上在纽约的街头 要求要缩短工作的时间 然后增加工资 还有享有选举权等等 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 象征这个金进宝藏 还有生活质量的面包加玫瑰的一个口号 再来看 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其实欧洲的妇女也在1913年的3月8号 走上了街头 她们通过举行和平的集会等等的形式 来反对战争 所以在联合国在1975年的3月8号 都会举行活动 为了就是要庆祝全球女性在经济 政治还有社会等领域 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取得巨大的成就 而设立国际妇女节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的图表 就会知道这原住民的文化 跟我们的社会的组织 其实面临相当多的一个冲突 来看下一张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的影响的因素呢 其实就是部落经济形态的一个改变 我们看到这张是阿美族的社会结构 其实也是代表所有的原住民社会 都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部落经济形态改变 影响两性的分工 还有一些外来不同文化 我们经过日本时代 也经过所谓中华民国的 现在的政权 都是与我们不同的一个文化 政治还有宗教教育等等 都影响到我们的文化 所以在接下来这一段 剩下节目十几分钟 我们要谈看看 就现代的原住民的女性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临 我想第一位 我当然要请教的是吴赛 其实我们在看到很多的公共的议题当中 您都非常的关注 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女性 要怎么去表达我们的心声 其实现在的女性碰到内部跟外部的压力 都是非常的严重的 就是内部的压力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因为现在普遍通婚的问题 非常的常见 但夫妻的相处 它会受到种族的因素 会受到您刚刚讲到的 经济的因素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内部的压力 外部的压力就是除了 包括亲族跟亲族以外的族群的关系 所以现代的原住民的女性 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 就是说除了我作为一个原住民 我有原住民所要面对的压力之外 其实我作为一个原住民的女性 我又有另外一层的压力在的 所以今天我们进入这个 走到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 原住民的女性怎么样坚持住 可以作为 可以把那个传统的女性的韧性 可以表现出来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你对自己的族群文化的认同 因为作为一个人 你如果对自己的根 如果不清楚 你活得会不扎实 就像把奈长在讲的 你呼吸会不顺畅 当你对自己的族群的文化 对你自己的母体的文化 越清楚 越能够有自信的时候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它都会很顺的 包括你的两性的相处 包括你跟外部的族群的关系 那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女性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的参与 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的制度 都是比较是原住民做原住民自己的事情 所以原住民只在自己的部落学校 或者是在自己的部落会议里面去讨论事情 可是我们跟外部是自我隔离的 我们跟外部的社会 不讨论原住民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在说 原住民的议题 它就应该是社会的公共议题 就应该被社会共同来关注 一起来讨论 我们才能够促进这个社会 它是真正的多元的 你讲的母母一直点头 母母 对于现在 不管你在部落看到的女性 或者是说 你所接触的年轻一辈的 年轻的女孩子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她们 稍微分享一下 刚刚我点头是 我常常听到我弟弟在讲 所以我再点头 在我自己的想法里面 我们部落的妇女 他们也是在外面工作 可是出去外面来 就是做零工的 不是做零工 就是上班族 比较 我比较可以分享的就是说 钱很重要 可是也知道为了钱 也说不知道家怎么照顾 这就不好 虽然钱重要 可是家庭也要照顾 有时候先生也赚钱 太太也出去赚钱 小孩子就摆在家里 没有老人都说 就没有人照顾 所以他们 隔代照样的问题 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 因为变迁 社会变迁 生活方式也都不一样 然后由了宗教 现在我们讲宗教的话 他们把宗教跟文化 混在一起 有宗教就变成说 文化就没有了 对不对 他们都比较重要 尤其是那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又是有学问 又是宗教那个的 就越排斥我们的文化 知道 都是这样子 所以 母母 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我不太 不会讲 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你年纪已经70了 你会很怀念 就是在你小孩子的时候 跟母亲在学习 记忆的时候 看到部落里面的女性 团体一起在一起帮忙 那个情景吗 你现在会很怀念吗 那个是什么样的情景 对 很怀念 像我们跟他们出去工作的时候 年轻的会帮母母拿他们的东西 工具什么东西 去上上工作 工作回来又帮他们拿柴火回来 回到家里 然后回到家里就帮母母 就长老在家里打扫 厨迷 厨迷完了再回去 现在都没有这种不亲切了 我们现在各自各各的嘛 就很不亲切 可是我们在米萨奥的时候 我们都把这些都带进来 是 强迫那些小朋友们 那个尤其是我们讲小学生们 我们希望他们是 你都怎么跟那一群小学生讲 就跟着我 跟着我怎么做 他们怎么做 是 就我跑他们要怎么跑 我拿什么就叫他们拿什么 是 动作都叫他一直学 我学我们比较年纪大的 是 唱歌也是这样旁边就跟他们 不唱 以前不唱的话 那个老人就逼你 因为这个一下子唱出来 人家唱不出来 是 不会的话你就唱不出来 所以老人会逼你 逼到你哭 你哭了以后唱出来 以后你就会唱了 现在我会变成对小孩子 你希望小孩子 那问题是小孩子不懂我们的话 主语他不太清楚 所以你要叫他唱吗 他会像唱那个流行歌曲那样子唱 是 就没有什么 你希望这群孩子参加米萨奥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你希望他们学到什么 就学到刚刚我们讲的里面的那些 礼仪 就是少女或者是长 对 进退都要学到 尊敬长辈 是 像以前的人 老人 我们老人走了 有年轻人来的时候 他一定让 他一定走到边边 让那个人过 或者是起了脚踏车看到了 老人来了 他已经下来 不让他看到你脚踏车 这么严谨 对 是 其实实在那样听到母播这样讲 其实你正在做的 其实就是在部落里面把文化延续 那可不可以谈一谈想说 你这样子坚持最大的原因 你希望能够在部落里面 养成什么样的一个风气 或者是说 这些年轻人该做哪些事情 我其实在做我们立家的那个文化附贞 其实我是为了找自己 从我们的文化慢慢去重建的那个过程 去找到自我 因为就像刚刚 尹娜他们讲的 还有老师他们讲的 就是 当我自己的文化 我自己都不懂的 不知道的时候 其实 会很茫然 对 然后自己是没有自信的 也没有灵魂 对 没有信心站在这个大环境 对 那站在这个大环境的时候 当人家问你是谁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我是谁 对 那就会变得更自卑 那当我在这十几年 在找自我 然后找自己文化的那个过程 我发现我的自信心 慢慢建立了 那所以 我觉得 我要更回到自己的部落 去找自己的根 然后也让年轻人可以 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不会 在部落飘来飘去 或者是在这个社会文化上面 因为可以来飘去 是 我相信房南老师 其实在学校里面 会接触很多的原住民族的学生 你通常会怎么跟 这世代的原住民的学生去鼓励 我心疼吧 心疼他们的不懂 心疼他们的 没有人救他们 怎么办 这件事情 那通常我会用比较是 刚刚我们常提到的 马拉伦的那种心态 去对我的小孩 就是一种 试着尝试 用灵魂跟灵魂的 互相取暖 或者互相牵手的那种概念 我希望 我常常跟他们说 我等我老了 我真的不希望 就看不到原住民的小孩 或者看不到原住民的记忆 或者是文化 其实你很担忧 对不对 是 非常忧心 是 可是 还是很有限 那像现在刚刚讲的 经济部落在改变 那事实上 生活的形态 不一样的同时 其实要拉回原来跟记忆很连结 那一块也其实有点吃力 所以要怎么转换 像刚刚我在讲的 可以转换到教育制度 或者是 这个可能是 更大家应该加一把劲的 那我一直觉得 民主教育这一款 可能是现在唯一 最有希望可以拉回这一块的 那可是 在整个操作上 或执行面上 是不是落实 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套 我也还在 这个 努力的 这个 愿景 大家一起的 好 那我们节目 上到最后一分钟 我们想说 四位来宾分别 能不能给一句话 给原住民社会 就从女性的观点里头 吴塞 我觉得还是要喜欢自己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色 你是长得比较高 或者是腿比较短 那个都是属于 你自己族群的特色 你要喜欢自己 因为你的不一样 所以你才特别珍贵 是 好 凡奈教授 我但愿大家把传统的东西 当成是这个灵魂的轴 不管你的衣服 胖瘦 或者族群的差异 不会因为这个轴的改变 而有所偏差 是 好 那样 就是希望年轻人回来吧 回到自己的部落 是 然后找自己的根 会更快乐 好 母母 是 我们的文化都非常的漂亮 是 而且都是很有意义的 希望小朋友们 年轻的朋友们 快快回来参与 多多参与我们的每一个活动 好 感谢四位来宾 其实部落大小生 这一集 我们从传统记忆 还有婚姻支度 来看两性的关系 当然还有他们很珍贵的经验分享 那对于原住民社会 原性有很多不同的积蓄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角度的探讨 能够带给您 对这两个民族更深入的文化的理解跟认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 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部落大小生 我还是不按赞 拜拜